更不去 他不能再拖了 你现在都还 你现在为什么这么着急 不是你知道这个事情 但是我如果不用这个事情 他现在都还没有去查 你再等一会 那天等到要检查的时候他跑掉了 如果他现在已经变成不好的那种了呢 他肿瘤已经变成不好的那种了呢 我怎么办 我拿什么救他 我就是卖身我也救不了他呀到时候 好 你怎么就不懂呢 好啊 我知道你现在是早急去 因为你知道待会那个人会过来 你知道他过来以后阿掌知道了这件事情 他就不会让你们去了是不是 如果阿掌我去问一下阿掌 我现在马上去问一下阿掌 如果阿掌同意 我妈妈的本身就心脏不好的 我告诉你啊 如果你的弟弟如果阿掌他同意 你收那个老头的钱 用这个钱是吧 带阿姨去看他的身体的话 可以OK 告诉他的怎么 如果你全家人都同意那好 那我就当自己多管鞋子我就走了 他现在就因为这个牛子隔三差不多要感冒 隔三差不多要感冒那已经不行了 有很多钱是不是 你的老头这样有很多钱我不知道我 你听一下话吗 你这样子我真的很累 我本身自己就已经够了 阿你放心我们我会帮助你的 虽然我现在能力是有限 但是你看我们只不经有 5000多个家人他们也都会帮助你的 我不是觉得怎么样 我是真的觉得我 我觉得我压力已经够大了 我觉得我真的好累好累这样子 但是你不能你不能 我已经决定了那个事情 我知道阿姨的病 没有人逼我 是我自己拿了人家的钱 我知道我知道阿姨的病是要看 但是你也不能委屈着自己 对嘛 那么我没有骗人家的钱 你就是骗谁的钱我不活就骂死的 什么就你不活了 我们就是随时来了 那么随时就鸡了 我真的没有骗人家钱 是人家自己愿意给我的 我要怎么说你才你才懂 随时来了 我就是大姐比什么怪些的 对吗 是不是 阿姨你的家 你那小 你那九十年小的 你那是买奶粉的 奶粉用大 阿姨我知道你很孝顺 弟弟的孩子奶粉不是 不是有一个姐姐 有寄很多奶粉来吗 还给她寄衣服对不对 有很多好些人也愿意帮助我们的 对 我不想亲爱的人 阿姨你现在你知道吗 现在我是开着直播的 现在只不见五千多人 我已经五千七百多人看着 他们都愿意帮助你的 你知道吗 我给我的小弟说 我妈时代 我不记得是 然后你再骗人家的钱不对 你听我说吧 没有没有 阿姨他们没有 那里那里弟弟不晓得 那里要骗人家的钱 那我我没有 你听我说吗 你你不要动吗 你听我说 真的没有 阿姨你怎么了 我真的 真的 我不是迫不得已了 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 我也不至于说我一定要答应一个五十岁的人 是不是 你五十岁了 你状态人家的 你现在隔三差不多就要感冒 你说 阿姨 我也不敢使劲你 阿姨我告诉你 没关系 我今天来就是要帮你解决这个事情的 没关系 我们就在这家等不差一个好不好 我们等他过来 老板 等那个人过来 他 你到底 你是不是收了他多少 你让我弟弟在你那里工作都已经 我都已经非常感谢你了 我都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弥补你了 我弟弟时不时还拖着个孩子去 但是 但是我 孩子妈妈一住了 我们素不相识的对不对 你就帮了这么多了 我不想再欠了太多的人 我跟妳讲 每个人都不容易的 每个人帮助的 每个人他并不是只有 只有说钱才能帮助你 我现在把你的事情 把阿长的事情 把妈妈的事情 发在网络上 是不是 我现在开了直播 我把你的事情告诉大家 现在有这么多好性能 都想要帮助你 知道吗 大家能够力量大 是不是 我现在是自己能力有些 如果我现在有能力的话 我现在有实力的话 我可以直接 我不想拉你 拉得你又疼 等等等 慢点 我真的很累 很累 阿长 你不要着急 你不要着急 也不差这两天时间 他现在又感冒了 他才从医院回来多久 他又感冒了 你不要着急 怎么还扑上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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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啊 老妈这样子 我真的很累 你劝上他吗 你们接接那个龙都欠 我再早就不走 接接了以后就慢慢缓 就没事 你没事 阿长你糊涂 阿长 什么什么糊涂 没事 说啥嘛 糊涂什么了 是我 我是答应过你 这个事情我不跟阿长去说 但是你如果今天非得要把阿姨带走的话 我一定要在你带走阿姨之前 我要跟阿长说这个事情 我是答应的 你把这个事情不能跟阿长讲 老板我说过 我说 病人不能跟我爹讲的 现在唯独能帮助我 能帮我 就劝我妈去医院的 也就只有我弟弟了 我爸爸也是刚做了手术 现在都还躺在床上 他眼睛需要休息 我爸肯定是也不会说 我一定要去 我知道你很着急 我知道你很着急 但是他那个 你不要告诉我弟 你要告诉我弟 不做 他告诉不告诉的 你不找不提报 你休息一下我记得 走吧走吧老孟孟带来 不 你要跟老孟带来 你走吗 好 家人们 家人们我肯定是 家人们我肯定是不会难阿尔 我肯定是不会难阿尔 把他妈现在带去 因为我知道现在肯定那个老头在哪里 等他 现在肯定阿尔是跟那个老头说的 让他不要跟阿长说这件事情 但是我一定要让阿长知道这件事情 除非今天阿姨没有去 除非今天阿姨没有去 等那个老头上来 阿长自然就知道这个事情了 我就要把他拖住就行了 家人们你们放心 我们对不对 我说是只要拖住好不好 我们把这个事情把阿姨拖住 等那个老头上来 阿长自然就知道这个事情了 然后他就去不了了 没关系 我们不是说阿姨身体 身体有身体就是不舒服 不是说不让他去医院 是不想让阿尔做出错误的事情 家人们你们说是不是 老板没有做过什么错误的事情 阿尔还这么年轻 我自己知道的 这些都是我 阿长 阿长 我跟你讲 这样子吧 我们去家里 我们去家里住一会儿 好吧 老板真是的 我们去家里住一会儿吧 这老人不听话 没事 反正你不急 也不着急一会儿 好吧 我说是不是 要差不多该出发 我们去家里聊一会儿呗 好吧 不是 我们去家里 你看我到你 我现在刚到你家 是不是 你一杯水都没给我喝 是吧 去你家里住一会儿 去你家里住一会儿 真 真 真 一会儿呗 这十分钱 他不听话 好好 没事 没事 对了 对了 阿长 我问你一下 刚才有没有人给你姐打电话 没有 打什么电话 没有吗 阿尔 我们去里面坐一会儿呗 好吧 我刚到你家 你也不叫我进去坐一会儿 你就要走了 哪里有这样子待客了 是不是 他们回去上火 说他们回去上火 是不是 那家里面坐 好吧 我去你家住一会儿 行不行 那走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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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坐 好好 家里面 我只要把他拖住就行了 把他拖住就行了 不要嫁给老头 对 不要嫁给老头 我们绝对 这不允许 不允许 你们去 去嘛 你们去 你怎么一起进去呗 一起进 有时候去拿这个 你去跟阿长一起烤火 在家里面去玩去嘛 你你等我一下 我跟我跟阿长说一句话 你等我一下 你等我一下 不要告诉他 告诉他 告诉他 爹爹 要要 退了 你是不是 妈妈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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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那种 爸爸 也要那岁数大 妈妈 刚才说的 我叫他 我 是啊 肯定是咋的 你这么自信 你 我告诉你 没有骗 没有骗 我自己想清楚了 你不要担心 现在直播 你用6000多个家的 你不要搞死了 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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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了 你要好多钱 差点好多钱 把话了 你别说 打我也没事 我们 我们干净直播 进一切了吗 这个事情 来 干净直播 进一切了吗 我们在左上角 左上角 给阿长跟阿尔 我们点个关注 点了关注的 我们接下来粉丝灯牌 我们一起来帮助他们 两个哈 阿长 我们进去住一会 好吧 那这样子 你不要告诉他弟弟 告诉他弟弟 要有 你那年会有打架 我咋活吗 我咋 我的洗手吗 我知道 就是 你听话 你看人家的钱把话了 妈妈 我不是一直都很听你的话吗 我一直都很听话的 对不对 这次你一定要听我的 是你要听话 你这样子不听话 我就很累 你很累 你两天 你陪不起人家的钱 你啥就不怕了 我做出这样子 选择我 阿长 你知不知道现在直播间 有六千多个人看着你 你 你不要什么 你不要 你多听一下家人们的意见 你多听一下别人的意见 好不好 你问一下 你问一下直播间的家人 你做的事情对不对 我就下火 就下火 哎呀 就下火 下火 来看火 我真的是 啊 啊 老板 我觉得真的 怎么了 啊 你知道吗 你这会害死我妈的 我只有一个妈妈 你不要着急好不好 我不会 他以前能长的牛子的时候 长这么 只有这么大个 现在变这么大个了 他已经不疼了 现在都疼了 而且现在隔三差五的 他就会感冒 我跟你讲 我现在最怕的是什么 我最怕的是去检查出来 都已经 已经是不好的了 我最怕的就是这一点了 家人们 那我到底 你倒好 我是来帮助你的 我不是来 我知道我现在我的能力有限 我知道我的能力有限 但是我一定会尽力的 我有钱 那我这个选择 那个大手 他说我愿意再给他 他就帮助我 你见识行不行 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没有任何一个人逼我 没有一个人逼你 我告诉你 包括我 包括现在直播军 我没有办法 我相信换成是任何一个人 他妈妈可能快不行了 他妈妈可能那个啥了 他没钱 他也会选 作为一个女儿 他也会选择这条路 但是你现在还没有走到 走到这一步 你现在还有这么多家人 关心着你 是不是 大家都会想办法的 这样了吗 你们愿不愿意帮助阿尔 这样了吗 你们愿不愿意帮助阿尔 你们愿意的话 你们在公平打个愿意 好不好 我给阿尔看一下 好不好 这样了吗 以前妈妈光着脚丫子 来 直播先 你们愿不愿意帮助阿尔的 你们愿意的话 你们在直播先抠个愿意 现在妈妈老了 现在父母老了 我觉得我 就是应该我再活 去去偿还他们的抚养呢 对 我小的时候家庭真的是穷的 我妈去干活都是光着脚丫子的 但是他没有给我光过脚丫子 从我机器开始 阿尔你看嘛 你看 我给你看一下 大家都愿意帮助你的 阿尔你看我给你看一下子不经有几百个了 你看一下几百个人 你看他们都在打他们都在打愿意 他们都会帮助你 我也会帮助你 我会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 好吧 你不要担心 看这直播 我相信就是直播间这么多家人 我不知道有没有作为女儿的 有作为女儿的家人 你们是不是 当你妈妈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们会不会做出一样的选择 就是尽自己所有的能力 尽自己所有能做的事情 去挽救母亲是不是 对 你是你做的 我知道你很孝顺 我知道你很孝顺 但是你不能委屈自己 这个世界上并不是非黑地白的 妈妈这边我们也要照顾 但是你自己 你也要为自己着想 是不是 妈妈 我知道了 我心我就是情绪有点 那个我这样点很累 我告诉你 他也帮不了你的 我很压抑 我很累 这样情绪有点过了 你家里面坐 我问你 好好好 阿尔我问你 你觉得一个人厉害 一个人的力量大 还是一万个人的力量大 我们现在只不见有6700个家人 肯定是一万个人力量大 那你说那个老头 一个老头的力量大 还是我们只不见 6700个家人力量大 你说 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家事 也因为自己妈妈 然后去背负这么多人情 我们我们不像你 我们我们我们帮助你是 我们是无条件的 不会像那个老头一样 他就串人自危 是不是 他知道你现在遇到困难了 然后就提出这种过分的要求 一个正常的人 一个有良心的人 他50多岁的 他不可能要一个20多岁的人 跟自己在一起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对家人说的很对 重能柴火 重能死火 对 知道吗 重能死柴火焰高 对 除了让我其实说的对 我刚刚 我刚刚问 直播间家人们 愿不愿意帮助 他们都说愿意 你相信 你信不信我 你信不信直播间家人 你有没有把现在直播间家人们 当成你的家人 你有没有 有的话 你就听我们的话 待会那个老头如果来的话 我来处理 家人们 你们在直播间等着好不好 家人们 家人们 所有刚才打了愿意帮助阿尔德家人 所有打了愿意帮助阿尔德家人们 你们在左上角把 呃 关注点赞 把粉丝灯牌 点赞 好吧 然后我们在这边等着好不好 等着那个老头来 好吧 我们等着那个老头来 待会我看他要 看他要耍什么花言 好吧 我们一起把这事情解决好不好 家人们 我们一起在直播间等 等那个老头来 呃 你不要担心 你不要害怕 你不要难过 我们不应当你有事情的 也不应当 也不应当阿姨有事情的 好吧 嗯 好 那你跟家人们聊聊两句 行不行 你你跟家人聊两句 来 你自己跟家人聊两句 好 谢谢你们卡是吧 怪不得人掉这么多 好像别急 妹妹帮你 谢谢家人们 谢谢你们 我这山上网络不好 感谢家人们 我们不用送你 无论我们在这里把那个 粉术团给我亮一下 我 嗯 嗯 嗯 他说他 他说跟我爸爸年纪都差不多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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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咳慢个精 家人们是不是很砍啊 现在还不砍不砍 对和你 家人们现在还卡不砍 啊 刚刚是不是很卡 家人们说现在 告诉我现在还卡不砍 因为我这边看不出来 卡不卡现在 现在不卡了是吧 好的好的哈 我知道了哈 啊 嗯 你你不要着急 你你稳 稳一下 对你稳一下哈 你你你你情绪稳 稳一下哈 反正你现在现在家人们 现在几天多见 他们都愿意帮助你 是吧 你也把他们当成你的家人了 是不是 我们一起去你们坐一下吧 哎 这样考伙吧 没有 就是我妈她一直不听话 她在这样一直拖 我怕就都已经不能拖了 我怕她拖到去 到时候去 哎 就变成不好的 哎 可是这不是滑解吗 哎 不要你们 你在刷什么 你不要刷了哈 不要刷了 不要刷了 是哪个花姐 之前就不是 有给你寄过礼物的 还记得吗 花姐 花姐 你怎么来了 你你不要刷礼物 你不要跟我们刷礼物 真的不要再刷礼物了 你都帮我们这么多了 不要刷礼物 反正你们说 不要刷 不要刷 我我就是带 就是那个就是老板 去家里面坐一下 大家大家不要刷礼物哈 这样吗 你们不不用刷礼物哈 没事的哈 我会 你们坐嘛冷的 好好好 跟你一起坐 走吧 花姐不要刷礼物哈